昨晚 大家知道美聯儲方面來說 這陣子都是比較英起逼人的 說的是之前博士大納 幾位的Philip Jefferson 其實都出來說減息 不是吧 現在沒有一個預期是減息的 他已經申請了 甚至昨晚出來的minister 你已經看到會紀錄方面 你已經看到了 其實他們甚至是加息 所以其實美股被拖了下來 美股不斷創新高 我還是維持標準普258指數5600點的預期 我應該說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 貨幣政策相對比較緊的時候 你看到這兩天港元匯價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強 之前來說最高去到7.79 看到很明顯就是分流進來 反過來就去到現在7.8的區間 即是又稍微弱了一些 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 你看到港股通勤 最近好像少了一些資金 那樣昨天只有10多20億左右 明顯沒有之前那麼多的 如果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 這個港股方面需要投一投 情合理 根本上是實行的 到底投多少啊? 現在那樣18905點 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你說投回去 之前有一個橫行區的 那橫行區方面來說 大概在五月頭做出來的 那個位置方面就是大概18,500點 到18,300點 我想寬一點 其實不要計較那200點了 比起那兩百點去當18,000至18,500點 應該是這次短期的回調方面來講 比較關鍵的一些支持 大家可以在那些位置方面來講 可以嘗試一下親低吸引 到那些精神的氣氛 就這樣只能把我投降 向來的方便 在這裡